视频的开头我想先问一下大家 现在你们打游戏都在用什么耳机呢 你们觉得有必要单独买一个游戏耳机来玩游戏吗 还有上次我做的那期耳机若坑视频 就有很多小伙伴来问我 为什么没有索尼的H9 诶 这次索尼渐进系列的产品我也很期待呀 所以准备给大家单独做一期 首先先说明一下不是广告 为了给大家证明 我特地整来了一个Xbox的耳机 这次一起测一下 假如你是一只PS5玩家 在这个世代想要买一个耳机来搭配你的主机 那几个月前你根本别无选择 之前PS5的视频里面我就有说过 PS5的耳机佩戴非常糟糕 原价799的耳机 你随便找一个300多的无线游戏耳机 都能吊打它这个佩戴 当然你在购买的时候 也可以自由选择与PS5捆绑购买 或者是不买PS5 然而这次索尼要打造一个全新的电竞子品牌 Inzone其中电竞耳机有三款 H3、H7、H9 简单来说就是有线耳机、无线耳机和无线降噪耳机 还有一些小区别 咱们可以看官方的这一张表 这里我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两 H3和H9 那这个H9真的能撑得起2000多的售价吗 对比现在的顶级游戏耳机 它又是什么水平呢 索尼卖的是索尼的这个标吗 今天就给大家详细来看一看 Inzone系列的电竞耳机 游戏耳机晴天后后我也凑了几十块了 但是H9还能给咱整出点新活 游戏耳机要好用 其实无非就是佩戴舒服 音质好 方向感强 如果再有一些辅助功能 比如说有些玩家需要虚拟7.1 或者是低频增强 压速器等等的功能就更好了 最后还有一个要求 就是延迟不能有问题 哎来来来 我要跟你们做一个挑战 上一次我发那个视频 跟你们说延迟对游戏耳机的影响 没有那么大 80毫秒我觉得基本上听不出来 很多小伙伴都发弹幕吐槽啊 说说我太菜了 你们这说的我就很不服气了 下面我就放三个片段 其中一个片段是80毫秒延迟的 我倒是要看看你们是不是真的能分得出来 实际上 只有第一个是有延迟的 看出来了吗 现在很多人听到无线耳机就如灵大敌 感觉无线耳机不可避免的 音质垃圾延迟惊人 但是大家之前看的评测 大多数是评测无线TWS耳机的 那种蓝牙无线耳机做的差的 延迟可以到300毫秒 300毫秒确实很明显啊 游戏耳机我认为在60以下都是可以接受的 H9的延迟控制 在众多游戏耳机中也不算优秀 大概在60毫秒 防御G7.1一样 这些驱动中的压缩器和声音平衡 都是需要时间来处理的 H7 H9都是支持无线和蓝牙两种连接模式 均不支持有线 同时它也可以多设备连接 注意这是真的同时 不是多设备切换哦 也就是说你的电脑放音乐 你的手机再放音乐 它们就会一起响 音双系列的外观基本是延续了PS5的外观设计 全系列都是这种不可拆卸的麦克风设计 最贵的这个H9呢 还会送你一圈LED灯 大家觉得这个外观怎么样呢 H9的使用方法也很简单 耳机有一个接收器可以拆在电脑上 或者是切换PS5的模式 插到PS5上 甚至假如你 很明显这是不行的 佩戴上嘛 个人觉得还是不如上次测试中 评分最高的那个雷蛇黑鲨V2 Pro 但是多人佩戴综合的分有4.5分 也是胜过大部分的游戏耳机了 说白了就是 大部分玩家戴起来的感觉还不错 但是没到顶级 音质是我觉得最惊喜的地方 首先大家要知道 2.4G是基本没有传输瓶颈的 跟插线基本差不多 实测听音表现 其实和主流的蓝牙降噪耳机 基本上也到了一个水平了 如果要在游戏耳机低比 那基本上就是顶级水平 对比XM3 H9的低频下沉不够 整体表现会有胜负 音质在蓝牙模式下会有烈化 尤其是同时开启麦克风的情况下 X3整体表现比X9差一点 但差距不大 在游戏耳机里面算是非常优秀的 小伙伴们看到这里 是不是感觉 就这活呢 我觉得H9和别的耳机最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把降噪功能整合进了游戏耳机 这个降噪的水平跟AirPods Max差的一个等级 但是和XM3已经很接近了 再加上H9本身的隔音就还不错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降噪 其实我在房间里面关着门打游戏 我还是会开这个降噪 安静的感觉真的太爽了 之前有时候门口走过去一个人 我都怀疑我旁边的这个墙后面有老陆在蹲我 如果你的游戏环境比较恶劣 比如说你在宿舍里面打游戏 降噪也算是有一点点帮助的 哪里走 走走走你还扛他干嘛 哪个住宿舍的能买得起这个啊 现在也基本上没有游戏耳机会带上降噪的功能 如果你需要一个可以降噪的游戏耳机 目前就没啥选择 这种战术就很耍赖了 就好像前几天我一个小学洞穴 他要买车非要买未来 我就问他为啥 他跟我说45万以内能换店的车根本没得炫啊 我整个人就无语著 根本没有办法反驳 然后就是Inzone另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地方了 比如说耳机的麦克风它是怎么关的呢 诶 它这样子抬起来就关了 但是假如你有一个很特殊的需求 你要吃东西的时候跟队友聊天 你就只能这样了 还有这里有两个按键 它写着游戏和聊天 大家猜一下这个是干嘛的呢 网上竟然还有评测说 这是两个模式直接切换 要不是我真买了我就信了 这个其实是一个调节语音 和游戏音量平衡的按键 按一下聊天 就会让语音的声音更大 按下游戏的话 游戏的声音就会更大 之前别的品牌的游戏耳机也有这种功能 不过别的那种是带旋钮的控制器 这种贴在耳机上实际上更合理一些 驱动剩下的功能和华硕2959的创世7.1差不多 有动态压缩器 就是让枪声不要太响 脚步有能听得见 你还可以自己调节EQ 或者是开预设的低频增强 加大脚步声 降噪设置和索尼手机上的那个软件基本一样 你可以选择环境声 也有帮助人声 用来辅助你妈喊你吃饭 界面朴实物化 但是功能算是很全的了 H3可以理解为PS5纳图拉机耳机的 完美平体版本 同样799的售价 佩戴少了不止一个等级 对比499的ROG冷镜 399的寒冰1都要好一些 和几个性价比之王对比 比如说400块钱的G435 或者是疾风2 佩戴体验也比较接近了 只差一点点 基本属于是同一个水平 这里还要说一下索尼PS5里的3D音效 我个人觉得无论是PS5耳机 还是H3 H9 效果都不是很明显 不推荐把这一点当做购买的理由 再回头看看XBOX的耳机 虽然佩戴音质都不算很优秀 但好在价格对比索尼便宜很多 有线250 无线700 太良心了 总音量是用外圈的这个旋转来调节的 我个人觉得就比较容易误触 最大的问题是 耳机的佩戴没有旋转角度 再加上整体材质都偏硬 很难说带着舒服 高清商 7代XBOX电竞系列 总结一下 H310层演讲 就是450价位的耳机 造型也还不错 加一个索尼logo 卖你700 各位觉得怎么样呢 我个人觉得H3在有线耳机里面 没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400甚至是200多的这个价位 都有很多可以选择的游戏耳机 之前视频里面也跟大家说过 不推荐1000元以上的游戏耳机 这个领域暂时没有出那么多新的黑科技 H7就是不太降噪的传统游戏耳机 所以我个人是不推荐H7的 1700这个价格 有太多千元以下的产品可以选择 而H9却是在电竞耳机领域卷出了新篇章 虽然没有什么技术是之前从未出现的 但H9却是可以理解为 在电竞游戏耳机里面的极大层制作 该有的功能都配上了 还让游戏耳机和降噪耳机 做了一个很好的融合 2299的价格 目前适合真的不差钱的底配玩家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这期视频对你还有所帮助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三连关注哦 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那么我是切里 咱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